喔 輸了 所以這一場可以來看一下 16打50喔 這個排名 OK 反而是聽Liqury主動換線喔 賈克斯已經回城 然後往下路去走了 來看一下PNG有沒有要來反應 因為... 如果拖得太久 納爾可能會比較晚上線 呃 沒事就慢慢的到中路 那賈克斯就... 他感覺是想要先到那個耶 草裡面偷襲經驗 因為其實有一些換線的人也會這樣打 喔 你說直接躲在那個洞裡面 就躲在草中吸經驗就好了 就你也不用出來 啊你冰也不要吃 你就躲在這邊吸 其實也是可以的啦 那看一下賈克斯有 有啊 摸進來了 OK 開始吸經驗 摸到了惡草 我還記得他是摸到一草耶 這裡一草就更不容易被抓了你知道嗎 欸 但是一折 看一下 喔 他中進惡草 有囉 開吸經驗 這就是... 這就是老匠的價值嗎 哇 還在控線 OK 前三隻都有吸到很舒服 太強了 這就是老匠的智慧 欸 其實真的是可以這樣玩的 就是... 但他剛剛抖了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被看到 沒有沒有沒有 他沒露出來就好 不要露出來就好了 他只能說他心臟很大顆欸 一等要這樣玩 這個有可能有點抓習慣欸 因為前面PENGAMING的比賽真的太多了 對 就是你可以從他的VOD去判斷對方有沒有去探索 喔 來到兩等 還要卡一個最遠的距離 他應該會等到冰到塔下再走出來 但現在他沒辦法確定 牛到底走了沒 沒事沒事 就冰到塔下就好了 因為這裡就算牛在 一折第一時間也不能跟輸出 喔他躲到...改到一朝西啊 沒有被發現 他就是不吃欸 現在才看到 再出來有一個反擊風暴 完了 TITAN想說後面怎麼有人 但Aumpty已經來 而且是三等的 Q閃啊 現在是兩等的impact 這個Q閃 被對方給閃掉 TITAN 操作還是在線 完蛋啦 完了 被套路啦 那這個換線的處理TL 在第一場 應該說 開局就拿到不錯的成果 這個... 可是這招只能用一次啦 就下一把他不能這樣用啦 因為下一把 對方應該就會去看那個一抄 對 居然會去走路一開始啦 這個招就... 就僅此一次啊 喔但這一場 效果看起來非常好 兩等的impact 很舒服啊 這個線 可以直接站在別人臉上吃冰 而且現在一折還沒閃欸 然後凱莎跟這個娜的對線 也沒有壓力 喔但中路怎麼被打得有點慘 喔但中路怎麼被打得有點慘 喔APA 喔感覺要回家交TP了嗎 呃...這個線應該還可以吃 日期了 他剛剛有back game嗎 也沒有啊 他就純粹被對方... 而且是兩瓶水都喝掉了 我丟到破喔 沒事這邊就回家再繼續追線 也有可能是因為aunti剛剛是肉頭的關係喔 所以中路是打得比較兇 有可能啦 但應該不至於直接那個吧 人家一瓶水都沒掉 對 等於說對方就一直在換你血 但你一招都沒打二 欸但...下路... PMG想要來... 更可... 閃Q閃 是把impact給打回來喔 不過閃線還捏在手上 看一下有沒有... 哎唷好閃喔 哎唷好閃喔 再閃過牆 哇這波很賺耶 一個閃換對面兩個閃加一個點燃 這波的嘗試 喔PMG想法還不錯喔 不過...沒有辦法抓到 但沒辦法 因為夜取就是前面的game可能力太弱了 沒辦法 那牛又必須要先手去控制喔 所以... 後續的CC其實沒有接上 那再TP回來 impact還可以再吃兵 喔...甚至還想要反打嗎 就...打個狀態吧 就把對方逼退 而且一者也沒有魔龍 他那麼兇喔 哇...知道你沒招 三等的牛就算沒有WQ 也沒有任何的威脅 但他剛本身去打 因為有可能被牛抓到塔下 好...現在就是讓悲哀順順的刷到六等 然後等一下就是... 往... 這個...球女這個點瘋狂進攻 是 球女回家也是出了一個水丟 有兩邊中路的TP 算是差不多時間交的 現在反而AD 在TL這裡還先來到五等喔 所以... 可以看得出來 前期的換線 TL是沒有損失掉太多東西 主要他是從頭到尾都是單人吸經驗啦 那因為一者前面也掉了一個閃 而且剛才那波Gang又沒有成功 所以其實線推進去是比較慢的 所以他這邊也比較穩上線 中路擴角就會想要嘗試一下 現在是三人的包夾 OK...B閃 暈了一下球 是...閃線走掉 很心理戰耶 就是... 在片 非愛沒閃 但CodeJ是可以Q閃的 但就是... 我就捏著 你一定得交 你只要被暈到那...走不掉了 對...就一定死 所以這邊打出閃線就是一個伏筆了 等一下非愛六等下一波 這個球女限是不能過半的 而且甚至限期四倍APA卡住的 那...必須要叫人來cover一下喔 現在夜曲已經到了後面 不過還是只有五等 他又被丟到了喔 是 當然也知道這個線其實不能生呆喔 所以是叫輔助過來幫忙解一下線 現在再往對方夜區進攻 其實抓到CodeJ的位置 待會的幼蟲其實在十秒鐘之後就要重生了 所以... 看一下兩邊的下路有沒有打算要動 欸...CodeJ這個位置被抓到了 雖然說有暈到人 後面再捶兩個起來 但是... 但是這個大絕反而是空了 喔...凱撒接到喔 好險的是... 手殺還是給到夜曲身上 但APA已經開始飛起來了 欸...左招都空啦 好險...沒有關係... 大絕算是重置了一段 我後面栽一個千球運過來 欸...其實一開始運氣有點好欸 就是...那個瑞爾雖然被開了 好像被頂走了 呃...他的Q好像也有... 就是...有串到那個牛 所以那個牛還閃出來 第一時間沒有直接把他頂回去 對... 但後續大家的...呃... 你看他出來剛好被穿到 好像被暈到了 他剛好被穿到 不然其實第一時間CodeJ應該直接被頂回去 欸...然後這個... 卷... 不太確定... 喔...應該是閃線有躲掉 喔...那後續就... 因為阿里現在傷害還不夠高 還沒有惡意嘛 對... 但這裡有凱撒 但...凱撒這個W空有點尷尬 是... 反而... 後面能跑就好了 好險是有做到一波的一換一用 嗯... 而且TL的ADDraw也沒倒 對...但... 這樣看起來是Pang Gaming比較酸一點 因為他是有空到幼寵 拿到了三條 然後... 現在再把線換回來 對喔... 尤其是中路的這個點 目前看起來... 壓制力是完全足夠的 但現在一樣是... 頂揮頭他要打得小心一點啦 因為下一波是飛愛6的時間點 那...他現在沒有閃了 所以他這裡... 要嘛旁邊... 夜曲直接6等在後面... Cover他推先 不然就是他只能默默地去接這個線 是...那6等的夜曲 第一個大家覺得會怎麼來做施放也非常重要 因為小龍其實已經... 出來了 其實他不放也可以 因為其實他捏著反而會讓... 飛愛跟阿里不敢進攻 對...對面有更多的壓力喔 對... 先把自己的紅BUFF給吃完 然後... 另一邊的飛愛... 也是來到下半部 想要... 嘗試做一些進攻嗎? 6等的Aunti 這個小龍給掉其實PNG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欸...他們如果能慢慢踩過來的話... 也是...這個團也是有些平啦 不過野區的視野... 河道 當然他們現在... 都被對面踩住了 PNG現在不能像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大家從各個角度過來 因為他這樣子一定直接被... 阿里跟飛愛直接打... 會打一個鎖頭 對...他直接會打一個弱鞭 所以這邊就乾脆鎖性不來了 啊...不來...其實發育也還能接受 因為兩邊中下都是出了水滴 所以... 還需要再稍微等一下防備 發育局 發育局 中路APS率先來到8等 現在反而是... 倫葛黑頭只能在塔下接兵喔 沒辦法就沒閃現 所以這幾波都反而是TNT比較能夠主動去找事情做 但也像前面講的啦 前面可能就會比較... 這個發育一點點 沒錯 對...因為只要... 有一邊進攻 另外一邊其實都是有反打能力的 對於兩邊來說都不急 對...那你真的拖到後期 一邊有球女納爾 然後另外一邊其實有凱撒賈克斯 其實都... 都還算能接受 對 那就...前面... 可能都還以打穩為主啦 那待會兒的右仇 第二輪一分半後要重生喔 看一下... PMG有沒有打算要再拿 然後現在... 賈克斯因為前面發育很開心的關係喔 所以... 看到一隻的熱耳就是跳上去打 這邊其實阿里也開始有... 習線能力了 感覺他前面的打線應該是出了一點小問題啦 應該是不至於被換成這樣 但每次後面... 現在中期有穩住 讓這個線能夠... 欸... 不要太慢推 都跟菲艾茲能找機會的 那也許這邊... 也是可以帶球啦 但目前傷害應該不夠 因為球女... 他墊了一個水滴 而且因為... 不管是阿里或是凱撒 其實都有一個很好的位移性 欸...對 所以其實你... 就算真的捲到你的傷害也... 可能沒有辦法直接秒掉 而且這往後拖對... 這個帶球上籃的combo的壓力更大 因為其實賈克斯、阿里、凱撒 全部都可以出驚人喔 對 那...至少現在是先把線給推掉以後 準備要來回家 但被斷了一下 那下路長手打短手的優勢還是在喔 所以CS上納爾也是有所領先 看一下能不能點到這一層的爆破 沒有點到 但... 錢的話是有吃到 就... 只能... 多利用現在拿點優勢喔 是... 那兩邊的下路都是來到上半部 所以代表... 看得出來都想要拿... 右手 先稍微照了一下喔 已經確認到對方打野的位置 現在是PNG要怎麼踩進去 因為鐵樓其實是先手能力蠻強的 庫里也還沒有六等 現在要稍微搶一下 那E-MAK位置有點危險 被翻到牆上 再一個拋岩 好險有閃現 不然E-MAK要倒了 喔這裡可以開牛嗎 但中路有開 Q賽道是五等的牛 再一個Q 後面的大絕是鎖Titan 不過牛的話是已經倒地 而且夜拳這個大絕 其實效果也不好 再被留在前面 等於是夜拳的關燈沒有拿到什麼效果 這個飛艾蠻貪的喔 我喜歡 就他想要殺兩個 因為其實剛舉那個牛絕對是 秒殺 絕對是最穩的 但沒事有殺到 然後把這個重控回來 那這邊也是拿到了三重 我知道下半部再不打 可能力的事會越來越大 所以主動開戰 好險是有成功控到對方的牛 可能要看一下重播欸 因為其實剛剛河道應該是Tinicor都踩好了啦 感覺Pangaming是在踩河道的過程中被 被打了一點血量 被開到了 所以才追到中路 那現在的牛才六等 其實就已經來不及囉 來再把兩邊的下路雙人組 調到中路以後 三條蟲 在第二輪是給到了TL 所以兩邊都是三重 三隻巨公用手 都是在河道打完一波 有人數差之後才穩穩控制 那就等 就等一下夜群的大 下一個龍夜群應該會有大 就看右邊 蛤 不知道右邊傷害夠不夠欸 因為球女是出赤天使欸 他 會怕 只要傷害夠嗎 會不會飛進去根本秒不掉人啊 而且 夜群這邊也不是出純傷害裝 他其實是出了一個板架 伊澤現在也沒有兩箭套 對 他也沒三項 也沒有魔劍 所以現在真的打起來Pang Gaming 他的第一波爆發是沒有對方高的喔 可能要搭配納爾的進場 推到一個好的效果 可是這個就有點難 因為你納爾其實 要先控好怒 然後還要再團戰有一個好的位置 就對方其實有人可以盯你 這個賈克斯可以一直盯著你 對